真的很过分喔 泼人渣 而且你看这是双下外加长进的人 一共三个都是学生 是台北市强术中学高三的 其中涉嫌带头的呢 这从小就对街友有偏见 同学还说小时候就曾经呢 他带同学上街头直接拿石头去砸人家 就连学校的老师都相当头痛 拿着玩具枪对着路边老人家喷射泡泡 欺负街友的二少真博己 连老人家都不放过 和同伴边玩边笑表情相当得意 打开脸书相簿 全是和朋友扭打成一团的合照 看得出来个性相当调皮 不爱念书高中已经留级好多年 同学说曾博锦家境清寒 全靠姐姐一个人赚钱抚养 从小就对街友有偏见 小学还曾经带队上街拿石头砸街友 事发之后还在脸书po文说 补习班老师也教他 这样对街友是在帮助他们 对于做错事显得相当不以为意 他平常就是脑袋有一点点 就是不那么清醒的 那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他就会跟他去做 那他也没有说好像不好的事情 他马上可以拒绝 不可以让他们过分 他们在跟他们过分 另外一名诚信学生 家里非常有钱 爸爸还是某上柜公司的大股东 平常上学都开百万名车 除了考试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家自学 家里很富有 家里很富有 所以小朋友平常的行为呢 平常的行为就是 跟那种附加子弟有点相同吧 儿子犯错 爸爸第一时间跳出来道歉 说陈泰安本身行为偏差 这一回的夸张行径是个人行为 也希望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够了 三名学生都已经超过18岁 却还做出这样不负责任的恶搞行径 也难怪引起社会共愤 专闯的新闻 这是王嘉宁台北报道